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该如何才能够挥挥手看你走就这样变成朋友 请不要再回头 请不要再停留 把梦留在天涯的尽头 找一个理由 从此只是朋友 这是陈大力陈秀南组合的曲 他们的这个组合的曲 永远都是有一个老实说就是很暴力的 很直接的一个卖点 副歌的旋律跟叶倩文他的声音交织之下 他的那个力度 我说那个锐利的程度 跟他的另外一个力度 就是他那个powerful的程度 我觉得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好听 这是一首你听过就不会忘记的旋律 但是很可惜的这张专辑1994年离开情人的日子 是叶倩文在飞碟的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加上当时飞碟有一些经营在转换的过程中 他们后来被华纳唱片买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在宣传上的力道有一点不够 不然这首歌我觉得应该要更红 对 我觉得必须要讲 很多人也许还不知道 叶倩文在你演唱过 是这么一首好听的芭拉歌曲 这首歌的芭拉度 我老编给他四颗芭拉 我也给他四颗芭拉 谢谢你 那一年的叶倩文 我们都还记得 接下来这个歌手 我们也都还记得 也许有些听有忘了 或者根本不认识这个歌手 我们要回到1991年 来听听何如慧演唱的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有没有机会 重来一次 飘荡在春去 下来的日子里 是苦苦隐藏的 心事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竟然会结束 又何必开始 那等尽疯狂时 请到我和你 我爱情的两岸 看青春的流逝 何如慧的声音 我觉得真的是 华语乐坛的一大遗珠 这么一个有词性的女生 而且老实说 在那张专辑 她个人第二张专辑 其实遇到了两首好歌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跟坦白 这两首好歌 居然没有让她大红 何如慧常常是我跟老编 我真的觉得 我们两个最想 帮她深渊的一个女歌手 对 常常在聊何如慧 她那两张不算很红的专辑里面的飞主打歌 我们都会拿来讨论 很喜欢她 演唱的方式 她的歌声里的特色 那种气质 不太容易在其他的女歌手身上听到 而且你刚刚提到的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跟坦白 后来翻唱的歌手都大红 对 她真的情何以堪啊 真的 坦白后来被杨林改成了情人 情人 大红 然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被辞取的原创者周志平拿回去自己唱 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 我真的觉得八字不好 除了新小期1994年的八字命盘 我也很想看看何如慧的新盘 八字命盘 除了什么事情 对 这么会唱的歌手 那有点被大家遗忘了 这首歌的 芭蜡老编给他三颗芭蜡 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只是觉得 就是一首很有气质的芭蜡歌 它的狗血度 我觉得周志平老师 后来自己唱的版本的 芭蜡都都还要再多一颗心 一定的啊 这首歌我也是给他三颗心 何如慧的声音 真是有一个知性感 那也许我觉得他那个知性感 可能就拉出了一个距离的感觉 可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他第一张跟第二张专辑 我真的做得非常好 听 我们真的有机会 还会再介绍何如慧的 这一集第100集的特别节目的 最后一首 芭蜡歌压轴要来了 听了那么多国语歌 最后一首歌 我们要来听 台语芭蜡歌的经典中的经典 谁可以扛起这个压轴的地位呢 将会 酒后的心声 最后嘴是 麦哭我 但我无嘴 我无嘴 无嘴 请你免党情我 这有哪路啊 听你心我 相心的相心的我 心情无人的材料 只有小酒 了解我 这首歌真的是来得恰如其分 因为本人现在正在喝 酒啪的啤酒 所以我现在真的也是我酒后的心声 进入90年代之后 这首歌开创了一个新路线的一首烟酒歌 虽然他的歌词还是很很传统那种酒醉的歌 但是制作面跳脱出了传统的套路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首歌觉得对于90年代的台语流行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没有错 这首歌 不要讲国语台语 就是90年代 就是你要选十首 也不要讲芭蜡或不芭蜡 十首最有代表性的歌 我想任何人来选都一定会有这首酒后的心声 每次听到二姐的歌 无论是哪个时期的歌 充满了浓浓的想念 可以的 大巨蛋又要开放演唱会申请 对 你就跟费玉清讲一下 好朋友一起出来唱一场 对你一个人唱一半就好了 你们退影是各自要退影 可是你们一起还没有试过 你们可以一起啊以二重唱的方式出来 复出对不对 我很爱发梦啦 但是其实每一个发梦都是真心的 很想念你也想念废小哥 想念你的声音 每次听到你们的歌都觉得说 又想再放一次小哥的晚安曲 这首歌的芭蜡度 我觉得破表了 我要给他六颗芭蜡 但不行啦就是五颗芭蜡 对我也给他五颗芭蜡 很好 我们回应我们的听友安乔 他希望我们能够选出 我们觉得最芭蜡的 好听的有质感的严选芭蜡歌 今天我们这样子出来了三个最强名单 女歌手的彭琳的球鸟 男歌手的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还有台语歌的酒后的心声 你看我们也得 这个也是分猪肉分的非常好 但是我们没有刻意分哦 我们真的没有re过所以 随性的就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名单 好不愧是做过那一年有金曲奖的两个人 是是是 好爱自己在往脸上贴金 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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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